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说是应有尽有吧 但是他也想吐槽一下这个窗帘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窗帘 这个窗帘几乎是不遮不遮光 就几乎是透明的 我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觉得我在美国住了几个地方 窗帘也是这样的 有的是百叶床 就是一片一片一片组合起来 然后摇 其实这个也是不遮光的 然后百叶窗上面是一个拱形的一个窗户 这个上面是完全没有遮挡物的 然后我当时住的时候 是用那种信分纸把它贴起来 然后就能够遮一点光 但是搬家搬出去的时候还是要我们全部给清理掉 然后我住的刚才住的宾馆的话也是比这个好一点 但是其实也是不遮光的 也是透光的 所以说这一点我实在不明白 为什么国外都把创联络成这个样子 OK这不是今天这个视频的重点 今天这个视频的重点是这三个瓶子里面的水 你看我为了拍视频 我还要把这三个瓶子特地从宾馆运到新的住处 中国人的喝水习惯是把自来水烧开了以后放凉了喝 但是在美国和德国自来水是能够直接饮用的 但是我的习惯就是把水放凉了喝 但所以没有烧水壶的情况下 那肯定是去买超市买矿泉水 然后我第一次买的水是这个水 然后谷歌翻译了半天也看不出什么东西 然后就买回来 买回宾馆以后一喝发现是带气泡的 我在我上一个视频里面提到过 然后但是还行吧 不能说很难下眼 但是喝着肯定不习惯 然后我就过了几天 下班以后我又到超市打算买水 然后碰到一个德国人 我就问他有没有正常的水 德国人 德国人听了以后给我指了 给我指的是这瓶水 然后当时指的时候是一个小瓶的这个包装 然后大家特地告诉我有大瓶的 那我看上面有个classic 那既然是经典的话 那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是就是符合我们中国人的水 就没有气泡的 所以我买了以后很开心 打开一颗又是有气泡的 买了第二瓶水以后就有点接受不了 因为实在喝不习惯这个水 所以我就问了德国同事之后我买了第三瓶水 就是这瓶 德国同事跟我讲德国的水如果是不要气泡的话 需要这里有一个steal 这才是符合我习惯也应该是中国人习惯的没有气泡的水 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其实这个瓶子是可以回收的 大家看这里有一个这个符号 然后旁边有一个0.25欧元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然后你把这个瓶子还给超市的话 超市会退你0.25欧元 而且是任意一个超市 不需要是在你买水的那个超市 所以因为这个我记载了三个瓶子都没有都还没有去还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还的 所以我们一会去超市看一下具体是怎么还的吧 我们超市见 OK我们现在来到了超市 然后刚才看了一下应该是这个机器吧 这个机器 然后它上面这里有一个标志 就是跟这里是同一个标志的 跟这个标志相同 然后我们就试一下怎么弄 然后是直接放进去吗 直接 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 还有一个 反正一个字都不认识 然后这可能是确定的意思吗 点绿的吗 然后点绿的 这里吐出一张 refit 然后看一下 0.75应该是根据这一张纸去换 钱吧 hello 我现在逛完超市了 我把那个 我没有把那个钱就是兑换出来 直接 就是 其实相当于用掉了 然后买东西 其实就买了四样 买了一份牛排 然后水果 还有其他两样东西 今天就这样吧 刚才一路完视频 然后就啪啪打脸 这个窗帘我错怪了它 呃 我住的这里 灼光不是靠这个窗帘 是外面还有一扇 呃 应该是铝合金一样的窗门 然后拉下来以后 就就完全就关了 那我刚才已经研究过了 给大家秀一波操作 大家有看到这里有根带子 这根带子就直接拉出来以后 往上从这个铝合金的窗门就下来了 哦 它这下来的时候还有一丝口 但是当你完全关上的时候 它几乎就是 岩丝合分的 然后给大家关了灯看一下 擦擦哈 金鞋子擦擦哈 来 må 坐 好 嗯 好